各位朋友大家好 然后呢又是 不同的民族 然后不同的语言 那么了解圣经呢 这么获得书 然后呢讲的又比较复杂 到底讲的什么呢 所以呢即便是在教会里 待了很多年了 也说不太清楚 所以呢我觉得我有一个呼召 在几年前以后就祷告 然后呢我最近呢 终于下定决心 圣灵呢带领我要完成 这项工作把这项施工呢 把它完成 希望在2020年年底以前 完成五十奖献给神 求神成全 也特别期待各位朋友 主内弟兄姊妹 然后能够把这个作品呢 作为一个献给神的礼品 然后传出去 然后呢让更多人认识圣经 认识神了解圣经 成为祝福好不好 那么呢我已经讲完了十六奖 是吧 那十六奖呢前面的十奖 我就不再说了 那么我现在把后面刚刚讲过的 这六奖的题目呢 给大家意思呢给大家付出一下 有一个了解 我是讲的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 有的时候十奖一个单位 有的时候八奖一个单位 那现在讲第二个单位好不好 那么呢这个神到底 圣经到底想跟我们讲的什么呢 也是神到底想跟我们说什么话呢 OK 第二国家要实行法治 公民要有信仰 有道德 有文化 遵守 遵纪守法 服从全民 这十一啊 第十二 纪念约节 牢记神的拯救和恩典 那么在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 那么我们要牢记主耶稣 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说成就的救恩 让每一位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动有生 好 那第十三讲 就是说呢 圣经告诉我们 那神掌管历史 那么呢 不管是人类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神早已经给我们预定好了 OK 对不对 那么第十四讲 就是说 那么我们会在圣经里 你会学到很多历史 OK 那么神的实际上呢 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 他的历史 是人类历史的样板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 是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没有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 能够和以色列人神拣选的子民的历史相比较 相比美 那么他也没有这么大的重要性 他们以色列人的历史 已经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 OK 那么第十五讲 就是说 以史为敬 以史为鉴 那么以色列人 他们的历史 从这个 我们现在学这个旧约和新约 就是他们历史的最好的记载 那么在这个历史的记载当中 OK 那么我们可以吸取经验教训 增长智慧 避免或少犯错误 OK 那么在这个第十六讲 要明白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 那么以色列上 历史上有一个王 他叫索罗门 他非常有智慧 他在写了一本传道书 这本传道书呢 前面是十一讲 整个说的就是人生 他是虚空 是虚空的虚空 但是他有个总结 OK 他说什么 他有个总结 但是没有神 信仰的人生是虚空的 但是一旦有神 有了信仰 然后呢 能够敬畏神 并按照神的旨意去行 去做的时候 人生就完全不一样 就充满了意义 就有了永恒的意义 就达到 达到了我们终极的目的 这是这个讲 那好了 那么前面的十六讲 那么今天呢 我现在给大家讲 第十七讲 就是人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OK 他说圣经的讲 人生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能 而且更需要的是智慧 智慧 那么呢 我们平常的是上大学啊 然后上学 然后说 别忘了读书啊 要长知识啊 天下这个你要吃饭的 你得有技能啊 是吧 有技能啊 但是我往往忽视的 是最重要最主要的 那犹太人在圣经里 神启示他的选民啊 写下来的智慧 智慧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智慧呢 是我们潜移默化的 表现在各个方面 各个方面 有的人是因为 就是有知识 有技能 但是就是缺乏智慧 人生很不成功 人生也不成功 那么呢 有知识 有智慧 那就完全不一样 那么给大家分享 这个 这个几节经文啊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那么看圣经怎么说的啊 对不对 在这个诗篇啊 一百一十三 一百一十九篇啊 第六十四和六十六节 他怎么说的 是吧 耶和华啊 你的慈爱 遍满大地 求你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OK 求你将精灵和知识赠给我 因我信了你的命令 所以圣经呢 他是对知识 也是相当重视的 相当重视 所以他在诗篇里 就是这么告诉 告诉你的 那么犹太人的孩子 也特别注重 学习知识 这个知识 对吧 那么所以呢 那我们日常生活在讲啊 你看方方面面的 我其实我们都需要知识 你看 最简单是说 你在家里做个饭 OK 那么做个饭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 你得用这个水啊 加多少量啊 是吧 那么水 加多少量 加量 用什么样的锅啊 是吧 用什么样的锅 然后烧水 烧到了多少度啊 开了啊 是吧 这些东西都是知识 还有你存 存这个吃的时候 什么东西放在四度冰箱里 什么东西放在这个 二十度复二十啊 对不对 那不能乱放 乱放的时候 一直浪费资源 再一个 可能把它冻坏了 我有一次啊 我们家师母啊 他这个 他买了那个 Yoghurt 就是这个 也叫Yoghurt 那么呢 他来了以后 我就把它冻到负二十了 OK 是不是 结果冻坏了 是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知识的事情 这是一个知识的事情 那么当然我们去 你比如说 开汽车啊 那么你要驾驶 那更需要知识啊 你这个方向盘啊 汽油啊 机油啊 是吧 然后那个 你开车的时候 这个路标什么的 这是什么的 这都是知识 但同时 也需要技能 是吧 那么你等你这个驾驶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 你坐在那里 你可能不知不觉的 你看得很好 是吧 你看得很好 可是一个生手的话 他一上去都害怕 为什么呢 他缺乏技能 对不对 缺乏技能 对不对 你知道这个方向盘怎么弄 你这个大脑自己想指挥着 什么时候踩这个礼合器啊 什么时候加油 什么时候夹闸 是吧 对不对 如果天下气雨来了 那你突然你边开车边走着 然后你 你就自己知道 自觉的就把那个雨刷给弄上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这些都是知识技能啊 对不对 那么更到了我们现代社会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更需要我们上大学啊 上研究生啊 这个整个培训过程 其实就是长知识 长技能 OK 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 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 但同时什么啊 还有一项 除了这个知识和技能以外 是吧 中原技能以外 融入他们 比他们更高级的 那什么呢 那就是智慧 OK 那么看一些其他的经文啊 对不对 对 看一些其他的经文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真言啊 真言 这个圣经里有一个 有那个智慧书里面 特别有 它叫智慧书啊 OK Wisdom 在智慧书里面 在这个真言的第一章啊 真言的第九章 真言第九章 第一节和 第一节和九到十一节 看怎么说的啊 他说智慧建造房屋 OK 造成七根柱子 OK 教导智慧人 他就越发有智慧 直视义人 他就增长熟患 那么最后 最后这些经文 这是我们整本圣经 也是我们今天 要分享的核心 最重要的这种章 一定想办法记住啊 甚至把它贴在 自己家里啊 因为我们学圣经的时候 神 圣经想告诉我们的 最主要的东西 你一定要清楚 否则你不懂这些东西呢 那么呢 你学了圣经以后 可能用上不大 OK 说来 敬畏耶和华 是不是 OK 是智慧的开端 OK 就一句话说来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OK 是 你看看犹太人啊 圣经 神的话语 他把这个智慧 看得多高 OK 他告诉你 智慧是什么 OK 智慧是什么 智慧是什么 智慧的 起始是什么 智慧里面 最根本的是什么 智慧是什么 这么说呢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是吧 我们小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一压学语 我们学这个ABCD 是吧 我们学那个阿波阿 是吧 一加一等一二 二加三等一五 这是什么呢 这是知识的开始 那知识的开始 对不对 那知识开始 那什么呢 他说 智慧 我们说呢 同样一件事情 是吧 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都是要考大学 是吧 我们都是做同一份工作 同一份工作 差不多性质一样的 那一个人呢 做起来呢 非常得心应手 非常成功 非常有效率 是吧 非常有效率 是吧 这什么呢 这叫智慧 那智慧 它不是知识 远超过知识了 咱举个例子 OK 我是六四年生 是吧 那么呢 那么我是同村里 我们那个村子里 大概有八百人 可是我们那个村子里 从来没有人考上过大学 本科的 有大专 是大专的人 对不对 那么如何突破这个瓶颈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 能够考上大学呢 是不是 是吧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时候你说靠知识吗 没有什么知识可靠的 是吧 怎么着 智慧 OK 怎么着 去拜访那些考上大学的人呢 是吧 考上北大的 考上清华的 是吧 那考上这个好的大学的人 看他怎么学习的 对不对 这就不是知识的事件 这就是智慧 所以我都拜访了 我考上北大的 然后呢 全县里就他考上北大 我成了朋友 OK 我记得了 叫王空心 对不对 我就拜访了 然后呢 还有我们邻村里 考上北京钢铁学院呢 是吧 我记得我也拜访过他 OK 这是长这个智慧吧 是吧 那么同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又上了大学了 那上了大学以后 那么可以直接就业 是吧 也可以考研 是吧 那也可以 完了以后 那么讲来怎么就业 是在国内待着 还是在出国啊 是吧 这些东西呢 已经不是知识的问题了 已经是智慧的问题了 已经是智慧的问题了 那么到那个时候 那么就怎么去 这个走这个路啊 是吧 那么神就赐给你这个路 赐给你这个路 所以到那时候 寻找就寻见 那么看到其他的人 怎么出国的 是吧 他们学的什么语言 是吧 然后呢 自己动脑筋 装备自己 所以就学了英文 学了日文 所以当年的时候 像我这样呢 大学里面 83级大学生 是吧 在大学的时候 能说两国 两国外语 英文和日文 OK 我们学一的吧 对吧 所以这个呢 等毕业以后 不仅给考研 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研究生毕业以后 为日本留学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能讲两国外语 OK 任何外语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情况 是吧 那么等我们 在神的服事当中 在这个走向 信主的道路当中 过程当中啊 对 那么08年 发生金融危机 那么我们本来 是在北京大学 做教授的 说过联络的导师 是吧 那到了加拿大以后 重新开始 从博寿开始 是吧 一步一步的来 是吧 对不对 那么马上 已经遇到了金融危机 08年 是吧 这个金融危机 那个时候 这个加拿大是吧 各个科研基金都没了 钱下不来了 政府就是把 用赤字的方法 不给你钱 然后 然后来建筑 很多经费都卡了 不像现在 是闹这个瘟疫啊 在国家大量的支持 让大家保持 大家就业 那个时候 不管你这个了 OK 所以的 那么就怎么办 是吧 那就是长智慧 OK 求告神 是吧 神学院装备 是吧 OK 那么这都世识路 不通了 那神不让你走这个了 OK 不让你走这个了 对不对 然后走这个 这个属灵的道路 那么这个路更通 这也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对吧 前面如果不是那条路 给堵了的话 那你还舍不得不走这个路了 但正好神就把这个路给你关了 就让你走这个路 是吧 所以呢 你就走这个路 这就是你就有这个智慧 那么呢 那么我们就走向堵神学这个路 是吧 等完很多神学装备 那么呢 我们就走向做传导人 是吧 对不对 那么把神要成就的事情过来了 所以呢 那么 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是吧 我们呢 你要享有真的智慧 OK 用得上的智慧 那首先 你得认识这位神 你认识他了 你知道 他是可以敬畏 造宇宙万物的 他是救赎的 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 你在他面前 就是个傻瓜 OK 对不对 就是傻瓜 那当然这个时候 你可以敬畏他 OK 你等你知道敬畏你这位神的时候 你特别敬畏他的时候 在他面前 战战兢兢的时候 OK 你要知道 想要寻求他的旨意 该怎么做的 你自己不会乱来的 谁 那这个时候 你才有真智慧 你看现在 这次瘟疫过后 然后呢 各个教会都进行 重新的施工的调整 然后崇拜的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是蛮需要智慧的 你这个网络 实际上 你这个各方面 你没法问别人 别人也不知道你的情况 每个情况也不太一样 如果你生半乱抄的话 你会把这个事办砸了 OK 这个时候你就祷告神 敬畏耶和华 神在这个时候 要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是吧 我马上决定 是吧 然后进行网上崇拜 那用YouTube 用YouTube 用YouTube 然后在家里 同时 到了时候的时候 政府一说要开放 那么马上我们实体崇拜 部分实体崇拜 部分还是在网上在家里 所以呢 避讳了这个传播 而且减少了服侍的负担 让教会呢 弟兄姊妹更加合一 是吧 所以这个情况 所以呢 你一定要敬畏耶和华 然后你这才有智慧 这在家里生活中 夫妻关系中 也有表示 那么呢 有的夫妻关系呢 一吵架 一崩就完蛋 就完了 是吧 然后呢 就是冷战 但是有智慧呢 她是幽默 OK 等你太太呢 跟你生点气 说点难听的话 你就让她说呗 没关系了 对不对 如果是你的丈夫 你说就说吧 我听着呢 是吧 那么妻子也是 你知道 这个做妻子也是一样 那丈夫的 他外边忙的辛苦 他有时候想玩一玩 是吧 想干点什么事 对不对 你让他做自由点 对 那过去了 对不对 你对对 生活上也需要智慧 那么现在人类社会 到了这个阶段 又是末世的时代 各种事情 发展变化特别大 OK 这个人工智能啊 各种方面的 国家之间的关系啊 尤其在华人啊 现在在国外 那么实在是 不是很容易啊 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 因为疫情是 从中国武汉爆发出来的 大家也真的是怀疑 一定是武汉 出了什么事 病毒在那里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 华人 可能 那么你需要这个 可能受到一些 感觉着 感觉着啊 可能受到歧视 但是这个时候 也特别需要我们的智慧 是吧 但是只要我们信神 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管我们从哪里来的 是吧 那么我们都是属神的人 对不对 然后呢 神有看护 神有保护 OK 再说 在这末世的时代 耶稣快来了 是吧 我们在神的儿女 不管你是伊色列人 你是美国人 是吧 那么 不在女的肤色 而且不在女的地位 而在于什么呢 我们和神的关系 OK 所以你要认识 认识耶稣法 这是智慧的开端 对吧 就是 就要敬畏耶稣法 是耶稣的开端 OK 你敬畏他 然后呢 认识智慧者 是聪明 OK 你不知道怎么聪明 有时候知识不聪明了吗 OK 对不对 你长了智慧不就聪明了吗 但是现在呢 你要认识智慧者 那么就是和他建立关系 你和认识他的属性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神 你有时候 你看家人在国内呢 然后生病了 现在呢 又疫情 又有隔离 OK 那么你不能回去 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 对吧 那你就会非常纠结 难过 难过 你觉得这辈子 就是有遗憾 可是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这位神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的神 你们会通过我们这神 为他祷告 是不是 那么呢 让神在那里医治 OK 如果不能医治了 那么能够他走了 那是神把他捡走 捡走 所以心里平 我认识不少的人 他们就是因为 因为认识 认识至圣者 认识这位神 即便是他回去了以后 没有见到父母的面 太是平安的 是吧 我父母过世的时候 我也没见到面 是吧 但是我还是平安的 为什么呢 我认识智慧者 所以我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聪明 是吧 有这个聪明 我希望各位 各位啊 今天这个听到这个 这个圣经啊 他要讲的什么呢 我们人生的不仅需要知识 不仅需要技能 更需要的是智慧 很多人可能有了知识了 有了技能了 但是呢 更多的人是没有智慧 缺乏智慧 如果我们这个 在这个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 又掌握了这个智慧 那从这个圣经里 学来的智慧 尽心尽意的爱神 爱人如己 能够耶稣啊 他的登山宝训理 六章十四到十五节 你们如果能够原谅他人的过犯 我在天上的父 也必然也埋伸你的过犯 那么如果你不能原谅他人的过犯 我在天上的父 也必不能原谅你的过犯 宽伸你的过犯 所以呢 我们要赐给我们谦卑的心 受教的心 能够宽恕恕恕人 把荣耀归于神 在不再为这个个人的一己之私去争执 OK 那么逃离 脱出这个为我而活 我想不仅是自己的人生会更加成功 家庭更加幸福 连我们的国家民族都会受益 现在这个中国 然后呢 通过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 本来走成一个可以说是康庄大道 为什么现在又回去了 是吧 OK 现在这个受的这么大的孤立 最主要最主要的什么呢 我们不能为一只一己之私 我们不能为一家之私 更不能以一党之私 然后耽误国家民族的前途 OK 是不是 那么说 现在这个美国也有大选 所以说 他们这个有的党派 是吧 不敢真实的说话 然后造谣啊 中商啊 然后 然后各方面的 其实呢 就是这个太看重了自己 缺乏这种真智慧 不认识神 也不敬畏神 当着这个电视里辩论的时候 然后当着这个上亿人的这个国民 是吧 当众撒大谎 OK 我没拿过这个 我从政以来 从来没拿过外国一分钱 这是他亲自说的 是吧 但是有铁证 10%是属于他的 10%是属于他的 是吧 那么是 对不对 所以的我们一定要有真智慧 有真智慧 要认识也有话 是吧 知识重要 然后呢 技能也是我们生活的 有些本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它讲的是 智慧更重要 更重要 我们成为一个 认识这个敬畏耶和华 有真智慧 开始 然后呢 认识至圣者 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聪明人 这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 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长智慧 然后呢 把这个诗篇的 特别是真言 他的智慧学到 然后呢 成为一个和神亲近 仅靠依靠神 敬畏耶和华 敬畏真神 然后认识支撑者 让主耶稣 活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活在神的里面的人 成为一个掏神喜悦 神的儿女 然后让神祝福你们 和祝福你们全家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神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人生 人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能 更需要智慧 这个圣经的真理 给大家做了分享 希望你喜欢 然后分享给你的家人 朋友 然后同事 也转发给你的群里 让更多人 因为神的话语蒙福 因为了解认识圣经的真理而蒙福 OK 好吧 我们再见 下次再见 希望您订阅本频道